大家好,欢迎收看9月5日的开市起跑线 美国ISM制造业数据疲软,引发经济增长忧虑 VIX恐慌指数周二飙升超30% 美股遭遇自8月5日黑色星期一以来表现最差的一天 恒生指数昨天低开176点后,基数下滑至17333,最多层下跌318点 收报17457,下跌194点,跌幅1.1%,成交增加至969亿元 国际指数收报6134,下跌70点,跌幅1.1% 恒生科技指数收报3483,下跌13点,跌幅0.4% 恒生股市三大指数也集体收跌,上证中指失守2800大关 收报2784,下跌18点,跌幅0.7% 深圳城市收报8226,下跌42点,跌幅0.5% 恒生两市和共成交5593亿元,较上日减少212亿元 经济数据方面,财新中国8月服务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从7月的52.1,下降至51.6,为年内第二低 反影服务业继续扩张,但速度放缓 港股盘面上受国际油价大跌影响,三桶油股价跌幅显著 中海油883和中石油857均跌超6%,中石化386跌2.5% 油主加可能在下个月提高产量,以及利比亚原油生产或将恢复 在全球原油需求不明的情况下,供应可能增加令油价承压 逆势上升的股份包括部分医药外包概念股,部分重型机械股,农业股,猪肉概念股和奶制品股 未来9866涨5.8%,公司今天将公布第二季业绩 市场估计收入同比增96%至174亿元人民币,亏损收宅20%至50亿元人民币 今天介绍的股票是IGG,股票代号799 IGG主营业务包括手机游戏以及移动应用APP业务 现已23种不同语言版本向全球发行、手游产品、游戏总用户数约14.51 约活跃用户1700万 今年上半年集团实现收入27.351 港元较去年同期增加9.4% 其中两款重磅游戏Doomsday Last Survivors与Viking Rise分别贡献约 当五一港元和三一港元量集支营收而上限八年的经典产品 黄国纪元贡献13.41港元收入 APP业务在今年初完成业务转型后,收入迅速恢复增长并再创新高 维集团贡献了四一营收,占集团收入15% 成为集团多元增长新引擎 收入区域分布方面来自亚洲、欧洲及北美市场的收入 分别占集团收入的41%、34%和21% 利润方面,集团自2023年柳亏盈利7300万港元后 今年上半年利润倍增,实现盈利3.31港元 董事会宣派2024年度中期股息 美股普通股8.5港线,月占2024年上半年益利的30% 年同上半年累计回购金额近3300万港元 上半年酸派股息及回购金额合计月占上半年益利的40% 展望未来,集团将持续优化成本 深度应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技术 增强盈利能力,随着VikingRise的加量推广 以及APP业务的持续攀升 将双轮驱动IGG流水上上突破 有望实现长期稳健盈利 建议买入价3.3元,目标3.65元 止损位3.15元,个人没有持有上述股票 接下来是研究部的每日外国实况 内地A股方面,内地股市下滑,上证指数收跌18点 连跌3日,失手2800点 在创7个月低位,市场交投持续淡静 两市成交合计缩减至5594亿元 上证指数俯开市已跌穿2800点 随后为止走低,最多跌21点或0.75% 低贱2781点,全日收市报2784点 跌18点或0.67% 成交2347.12亿元 深成值最多跌78点或0.95% 低贱8189点后有承接 大市一度倒升29点或0.36% 高贱8297点 午后孤雅负现走低 全日收市报8226点 跌41点或0.51% 成交3246.68亿元 互深300指数报3252点 跌21点或0.65% 创业版指数报1554点 跌1点或0.11% 日经方面,日本股市急错于4% 连跌两日,日经平均指数低开646点 随后跌市加剧 一度是守37000点 最多错1806点或4.67% 低贱36879点后传定 全日收报37047点 错1638点或4.24% 美股方面 美市收市 倒指回升38点或0.09% 报40974点 高指微跌0.16% 报5520点 纳指回涂0.3% 报17084点 反映中国概念股表现的金龙指数 微跌0.07% 美元方面 美汇指数高见101 8是8月20日以来最强水平 其后低贱101.569 跌0.13% 石油方面 纽约期游收市跌1.14美元或1.62% 美桶报69.2美元 伦敦布兰特期游收市跌1.05美元或1.42% 美桶报72.7美元 黄金方面 现货金大部分时间在每盎司2490美元附近 窄幅徘徊 一度倒升0.3% 每盎司高见2500.28美元 谢谢收看今天的开始起跑线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ung Its ją看